塑膠工厂起火燃烧黑烟直窜天际场面骇人 浓烟夹带火势从厂区窜出来 苗栗头粪这间塑膠工厂上午9点多突然冒出火烟 熊熊的大火窜烧也让厂房瞬间陷入火海 由于是塑膠厂起火现场弥漫的塑膠味 空气还飘着黑色栗子 这个黑点 在你身上会有什么感觉 这个沾到皮肤上会很痒 很痒 整个身体都很痒 你看会一点一点的 好痒 只是发生了工厂火警 附近居民也跑来好奇聚集围观 担心安全问题也被疏散 大家不要那么过去 起码万一等万一不小心爆炸 爆炸的时候再给你看一看 消防单位紧急出动 初步掌握厂房燃烧面积大约3600平方公尺 好显当下长期员工都脱困 只有一人预防性送医 想救的员工有轻微的一个预防性的我们送医 他烧什么地方知道吗 机台是吗 机台机台 怎么烧的知道吗 目前还不清楚 火钓人员都已经有到达现场 要准备做财政 燃烧的是什么 目前是机台 那里面的物质就是一些 易燃的一些油脂跟原物料 塑胶工厂起火燃烧火焰之大 场面害人 索性无人受困 起火原因有待理清 明示新闻 许家传 梁志祥 邱俊超 苗栗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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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